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多元函数连续以及多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连续的概念 那么介绍之前呢我们同样也是先回忆一下1元函数的 1元函数连续 那么它等加的一个描述就是用极限给出的定义 当x去近s0 fx极限 如果刚好等于这点函数值fx0 或者另外一种写法 就当dx去近0的时候 这中括里边这部分呢是函数变化量 dy它的极限是0 这两种形式实际上是一样的 满足这两个式子 那么我们就称它是连续的 那好现在我们把它如果推广到这个二元 那么其实区别呢也并不是很大 我们来看 那么你想一下 那么现在多了一个变量 那你就把这个变量给加上就行了 除了x去近s0再加一个y去近y0 函数呢也写成fxy和fxyy0 那么另外一种写法呢也是我们考虑那个函数变化量 这里的函数变化量呢就是不仅x在变 y也在变 所以呢我们要求dx去近0 dx去近0 让fx0加dx y0加dx 减去fx0 y0 这个就是那个函数变化量 它的极限也是0 这就是类似的把这个一约暗数给推广到二元 那么具体的定义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首先呢也要求这个s0 y0点呢是一个据点 这样呢你才能求定义 才能求这个极限 求极限呢才能保证这个连续它的存在 好 那么对于这个函数我们现在要求它在d上是有定义的 那么这个极限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它等于这点的函数值或者这个函数变化量 极限是等于0的 满足那条或者是这条 我们就称为这个函数在x0 y0点是累续的 那么这两个应用在应用过程当中呢 和一元一样 这个主要在计算中用的比较多一些 这个可能证明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常用一些 那么一元函数那些性质呢 我们说除了这个反函数的性质呢 我们去掉其他的都可以照搬到这个二元 因为它没有更多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呢就不去过多的强调了 我们直接来给大家介绍 更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偏导数的概念 同样呢在介绍偏导数之前呢 我们也是回忆一下一元可导的概念 一元可导好 那么就是函数变化率 fx-fx0比上x-x0 上面是函数变化量 下面是字变量变化量 或者写成这种形式 如果这一极限存在 我们说它就可导 那么同样好 我就按照这种形式 给出二元函数 偏导数的概念 为什么是偏导数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一元函数只有一个字变量 不存在这个偏的问题 而二元函数我们看有两个字变量 这个时候你求导的时候 到底是对x求还是对y求 那么就有一个偏向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偏导数了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定义 实际上它和一元函数求导本质上 并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这个是对x求导 我们这里定义的同样也是 对x的一个偏导数 这时候呢 我们是固定这个y等于y0 也就是说 你把y看成一个常数 那么原来这个函数fx 我们变成fxy0 原来这个fx0变成fx0y0 注意 这个y都是固定的 只有这个分子改变 分母我们看是不变的 跟极限取的也是一样 同样这边也是 我们看 dx趋近0的时候 分母同样是dx 分子和这个对比 也是多了一个y0 也就是说 它们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 只不过因为这里多了一个变量 但多了这个变量 我现在把它固定了 相当于把它看成常数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 我们就称这个函数在这一点 是关于x 是有偏导的 当然这个极限值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偏导数了 注意这里边的记号 大家在今后用的过程当中呢 需要记住 因为这里的符号呢 比较多 那么类比这个一元函数 一元函数我们有y一匹 所以这里有z一匹 但是为了表示是对x的偏导 我们下面加一个下标 zx一匹 这里有f一匹 这里同样有fx一匹 表示对x的偏导 那里有dy dx 这里就有pnzpnx 注意这个符号 我们是一个倒写的这个一个e 这个呢我们就读成pnzpnx 英文例呢就是pnzpnzpnx 也可以 这是对应的和一元函数一样的三种记号 除了这三种之外 我们看这里还有一个记号 就是f1一匹 为什么是1呢 因为这里这个x 它所在的位置是第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记号 就是f1一匹 这四个记号呢都是后面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具体我们哪里用哪个记号 或者为什么要引入这么多记号 我们后面做题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的去说明 现在呢你就是先把它都记住 这是对x的偏导 类似呢你就可以定义 对y的一个偏导 同样对y偏导的话 那好那就是x看成常数 好我们看这里就是x看成常数 其他的就完全一样了 那么这个记号呢 也是有zy一匹 fy一匹 偏z偏y 那么另外一个呢 因为它是第二个位置 就是fr一匹 然后再把那个点呢 带你去就可以了 注意我们这里定义的都是在 某一个固定点处 如果在一个整个的一个集合内 d上 每一点都有这个偏导的话 那你对它求偏导 求完了以后 其实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二元函数 这个二元函数呢 我们就称为这个f在d上的一个偏导函数 简称就是叫偏导数了 那么记号呢 就是把这个括号里边 这个s0 y0去掉 就是有这样四个记号 x有这样四个记号 y同样也有这样四个记号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给大家介绍的 连续的概念 偏导数的概念 谢谢大家